哈喽,大家好,我是凌峰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赛季出的大事局对峻录像 看这个小奥芬的分辨率是个平棒 所以不感觉他的枪应该比一般人要硬 就是枪有点短和黑,但也没办法 毕竟是原皮短枪 跟对面的人互相pick了一手 再打一个提前枪 这个提前枪打的还是很好的 现在应该是想要突进了 滑场直接收掉 还没还有一个,打掉 我有点好奇 为什么对面第一个人过了那么久去还没回忙 给人干流血了是吧 闷回使命之后远古时期傲夫测试 当时好像有把机箱打到别人后可以让对面持续掉血 我也忘了,算了这么重要 毕竟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忘了使命召唤收游 不是,这都啥毛病啊 看得那么多人是要只要是玩战图都爱玩臂炮 前点队友全死了,现在一打五 五台很大,看到一个侧身 哎呀,这没打掉 现在从二楼飞下去 看到人了,这对面还能被他杀了 现在想要捡包吗 打这种长局还是建议先不要捡包和下包 主要任务是抓人,能抓一个是一个 在一打二和一打一的时候才推荐下包 又回A包了 但是对面再A包,这把也没有办法 毕竟一打五是有点难度 再来看这一把 答应我不要再去逼到了好吗 啊,好的,他没去了 朝A框丢了颗正当弹 直接刚拉到中路 这么赶吗 对面也不一把 拿了个眼底还没对过 A包有人,队友狙掉了 后点还有一个 细节打棒雷 一个滑场,再走 还有一个 但这部队友也很给力 直接喷掉了 现在又五打一了 赶紧到包店掐个烂分 听到最后一个人在家里 再拿一百分 这打得可太爽了 再来看他这一回合 还是刚拉中路丢个阵 看到两个人去断墙 正到了 拿了二十助攻 断墙还有一个人的 但他这个时候竟然往中路划场了 他是不知道断墙人民死亡吗 不应该啊 这个信息不难过去的 但看他这波操作 就感觉他是以为狼房有人 还算了 一时不到位 屁股被杠废就往这儿了 这把借了 现在换边 切鞠了 薛A包对了个反暴 来框里 哎,干嘛又走了 他这想回家里加旅馆吗 也不是 退到家里加这里 A包可能都没进人呢 加这里干嘛呀 狙击枪最好的杀人时机 就是开局第一时间 但是很明显 他把他杀人的机会都浪费掉了 而且看他这架的 感觉他不知道人在哪 队友在逼到死了 加旅馆是个什么操作 好的,反应过来了 去逼到 听到中路有声音 直接从狙击出来 看到人了 好的,带走 这一枪没码 说明他的狙准度还是有的 再来看这一回合 丢防爆 上叉车 顺死一个 近点还有人 倒在队友帮忙补掉了 换把枪 知道有个人在他们家 听到G有脚步 直接带走 这一把打的还是很好的 硬要扣细节的话 就是开局如果行下南瓜头 不建议上插车架 因为你上插车要命令两条枪线 对面家里的人也能打到你 开局架南瓜头的话 还是推荐上游逛架 这样子不容易死 而且还能更快叫到南瓜头 总结一下吧 今天这位巡逻不管是短架还是G 不管觉得有战神T1到T2之间的实力 枪法还是很准的 对面即使有掩体也不一定对得过他 再来说一下意识 意识相对于他的枪法就比较弱了 有的时候太忙了 其实敢开局直接刚拉到中路打人 当然对面有掩体还能对不过 我也没想到 还有开局上插车架南瓜头的那一波 像他这样的打法很容易白给 当然有的时候也能抓到出其不意的timing 再考虑到他的长局 所以注重意识 在战神T2到T3之间 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视频见吧 拜拜